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现在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越来越多的品牌不断更新速度快 而且质量口碑都不错 让以前的老牌车型压力山大 本来进入国内市场定位豪车级别的 Infinity QX70现在也堕落了 原装进口标配V6发动机 狂降14万能卖一辆是一辆 Infinity QX70是一款上了年纪的车型 进入国内市场很早 可是从它的外观上来看并不获失 中王采用鲨鱼嘴造型 两侧大灯是不规则矩形边框时尚别致 引擎盖上线条有弧度变化 增强了这款车的运动性 跑车概念的SUV是Infinity非常有标示度的设计理念 迅黑轮毂设计让轮胎更有质感 悬浮式车顶以及突出的小尾翼 都是现在依旧流行的元素 从外表看跟其他品牌推出的新款车比起来 同样有竞争力 内饰上的设计有些普通 与极具运动气息的外观不是很搭调 银色按钮设计可以看出这台车有些车铃了 中控区设计简单直接 没有过多考虑布局和设计感 实际用起来很给力 这是视觉效果有点差 身体能接触到的部分都采用软性材料包裹 座椅设计充分考量了人体最舒适的位置 腰部支撑点舒适度包裹性做得很好 在长途行驶时不会让驾驶员感觉很疲惫 同时全系标配座椅普通加热 无钥匙进入全景摄像头 电子后备箱开启等功能 这款车最大的亮点是动力配置 搭配一台3.6升V6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7AT变速箱 现在这种大排量的发动机已经很少见了 这台发动机油门反应速度非常快 特别是转速超过3,000时 开气管发出的轰鸣声看穿完美 让每一个驾驶者听到之后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上路驰骋 现在这台进口车价格跌过14万 喜欢的车友们可以行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